大家好,我是雪梁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卡西欧40周年的三款特别纪念表 关于G-Shock的历史,我想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1983年4月,后来被称为G-Shock之父的伊布菊雄先生 苦于传统万表,动不动就摔坏 于是开发出以耐冲击为诉求的G-Shock初号机DW-5000C 到今年4月刚好满40周年 日系品牌很会玩周年梗 可想而知,今年G-Shock40周年的表款肯定会排山倒海而来 还记得G-Shock35周年曾经推出GMW-B5000系列 经典小方块造型,在这张全金属表壳 一推出就卖到一个翻过去 今年延续GMW-B5000的全金属材质 并开发出全新技法,不锈钢再结晶 和35周年一样,首波变推出了金色和银色两种版本 这项技术是将不锈钢的表面加热到特定温度 表面便会产生融融状态 形成类似亮片效果的再结晶 具体温度是多少,当然这是商业机密 卡西欧肯定不会透露细节 但它的制程我觉得蛮有趣的 它是先将不锈钢切削打磨抛光 所有的金属加工全部完成之后 再进行热处理再结晶 我觉得这有点像日本料理的炙烧鲑鱼 或是焦糖烤布雷的感觉 总之是加热之后产生特殊的结晶效果 比起一般亮面金属增加更多反射面 看起来更华丽 不过原本我以为它的表面会是类似AP那种 所谓双筋技法的凹凸颗粒纹 但其实它的表面摸起来非常的平滑 由此可见,它的表面再结晶 可能只有奈米等级的细微变化 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结晶之前 要先做完所有的抛光打磨等金属加工的原因 而经过不锈钢再结晶之后还没有完 最后还要再经过深层硬化和电镀处理 才能达到理想的耐磨性和表面光泽感 金色表壳当然是采用金色IP电镀 而银色表壳则是TIC碳化钛的镀层 这种类似亮片的纹理还有一个好处 即使有一点刮伤也不会太明显 唯一的问题是每一个零件经过不锈钢再结晶之后 呈现出来的纹理、色调和光泽度都不相同 因此链带的眉睫可能会有色泽不均衣的问题 而它的旋路式底盖应有40周年的字样 同样是采用不锈钢再结晶 最后再经过DLC类传它的处理 不禁令人联想之后应该很快会推出 黑色不锈钢再结晶的版本吧 它的功能操作和一般GMWB5000一样 左下角的功能键上面印有象征40周年的星星 按一下便可以切换功能 包括基本的世界时区、闹铃设定、计时码表 计时码表的启动停止键在右下角 计时精准度可以到1% 计时结束再按一下就可以停止 左上角归0 功能键再按一下可以切换到10分钟倒数计时 右下角启动停止、左上角归0 最后再按一下功能键又会回到主画面 在低光源处可以按压右上角的LED键 亮灯时间可以设定为1.5秒或3秒 其他功能包括蓝牙、六局电波、太阳能等等 也都是GMWB5000的标准配备了 金色款的型号GMWB5000PG 银色款的型号则是GMWB5000PS 一个是黑底白字、一个是白底黑字 设计上还是有刻意做出区分 荧幕左下角有SINCE 1983年的字样 两者的定价都是台币26500 第三款40周年纪念表则是回归1983年原点设计的DW5040PG 5040是因为它是DW5000的40周年特别版 所以叫5040 荧幕左下角有两排蓝色的Project Team Tough字样 像当年开发出初代DW5000C的八人团队致敬 据说每五年才会推出一次 它的基本造型和当年的初号机一样 但表壳、表带的部分采用生殖素质制作 据说包括植物油、玉米、淀粉等材质所构成 至于说会不会用几年之后就分解呢 官方并没有特别说明 但我觉得应该是按一般的素质差不多 反正都是有机物质所构成 比较特别的是 荧幕的底色是金色 凸显出40周年的独特性 而金色的针扣和表带环 同样采用全新的不锈钢再结晶剂法 并且经过深层硬化处理 最后电镀上金色IP 质感还是蛮特别的 表带环上面的四个星星 代表的当然就是40周年 而黑色底盖也是经过不锈钢再结晶 深层硬化 再加上黑色DLC镀成 上面同样印有40周年字样 表壳左下方的功能键上 有一颗代表周年的星星 功能的部分同样也有世界时区 闹铃、计时码表、倒数计时 建议售价台币8500 每五年才出一次的 Project Team Tough特别版 这个内行人肯定早就入手了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卡西欧G-SHOCK 40周年第一波三款特别纪念表的简单介绍 说是第一波 因为后面肯定还有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等等 不同题材、不同系列的周年纪念表 有机会再为大家做介绍 那么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